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 滚 小师妹 我 走 小师妹 我 我也是一时冲坏了头号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 你明明知道 我跟大师兄定了气 我是为了大明的太子妃啊 你 你还知道你和大师兄定了亲 是未来的大明太子妃 那你还跟康熙 你可以和大清的狗皇帝亲热 我亲你一下 就非常不致廉耻是吧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小师妹 我错了 我错了 要不 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 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 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 你把我抱紧山洞 到底想干什么 我 走 滚 我数三个数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你再不走我就养事自禁 好好好 我走我走 三 我走 滚 我的 这都三天了 李欢怎么还没有消息 都没有 那些黑衣人 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 而像是吴三桂花 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 身份不明 很难追查 眼下还没有证据 证明那些黑衣人 是受吴三贵所指使 吴三贵只知道 龙三是普通钦差 而不是朕 如果他知道的话 只怕一婚会更加危险 所以 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 喳 皇上 请您放心 奴才已经吩咐下去 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 其二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危急圣安 奴才及手下将士 未惊动地方官府 而只是秘密行军 你做得很好 皇上 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 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 岂会束手待毙 若能逼得他叛乱 岂不是好 皇上 刘德昭居然敢下令 通缉皇上 害得皇上九死一生 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 臣恨求皇上 立刻下旨 将其处以急刑 灭其九族 这个刘德昭 纵然将他错误扬灰 以南消朕的心头之恨 臣愿以传旨问罪 捉拿刘德昭 为皇上分忧 为臣妹报仇 这刘德昭 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 若这么明止问罪的话 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 龙三便是朕 只怕他会苟机跳墙 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 起兵叛乱 纵然起兵叛乱 也成不了其后 玉八瓒手下 都是以一敌时的八旗精锐 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 皇上 奴才愿立下军令状 替刘德昭的人头来劲 不必了 犯下滔天大罪的 只是刘德昭等贪官 他手底下的官兵 也是我大清的子民 又何必激起兵变 徒生内耗 皇上 那您的意思是 刘德昭此时啊 一定知道龙三 被玉八瓒给接走了 他一定会心虚 如果朕所料不差 他弹劾龙三的折策 已经在快马送往京城的路上 待朕回京之后 朕派一个老城持重的官员 去接见刘德昭 就说 他和龙三 互相弹劾的折策 朕都已经看到了 朕不能偏听偏信 要宣他进京 和龙三当面对峙 皇上 您这可太英明了 想那刘德昭 自使手里面有假圣旨 假玉玺 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步 这样 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地 进京来对峙 到时候 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 让他自投罗网 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兵 受了那么多此前 从未受过的屈辱 还能如此冷静 如换了我 只怕会亲自率兵 去捉拿刘德昭 一块胸衣 又如此强敌 我要光复大明潭何容易 皇上 既然如此 那就请皇上 尽快起驾回京吧 眼下义欢还生死为捕 朕放心不下 是啊 皇上 士叔姑娘是下了不明 可是您留在这山西 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 可不可以 你不认为 你快告诉我 一欢是不是已经 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一欢了吧 叔父放心 一欢不会有事的 难道你已经有了一欢的下落了 只是瞒着皇上 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一欢现在是安全的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把她找回来呀 自从敖拜在康熙面前 点明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之后 康熙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早就对我们兄妹 存下了一份戒心 不过经过这几次 我们兄妹出生入死地救护她 她的戒心应该已经消除了 但若是让一欢这么轻易地 回到她的身边 说不定她反而会误以为 这一切 不过是我兄妹设计的苦肉计而已 你的顾虑也不是启人忧天 但你可知 不仅皇上 就连索额图也在暗中怀疑你们了 索额图 难道她发现了我们的什么破绽 破绽倒是没有 只是她这次前去调兵 途中遭遇了几波江湖杀手的突袭 她怀疑是你暗中指使 她眼见皇上宠惜你们 而一欢又为了救护皇上 而被黑衣人掳走了 就没敢对皇上说 只是私下里和我提起过 所以我马上把你叫出来 就是想提醒你 一定要当心所额图 多谢叔父提醒 侄儿定当小心行事 好啊 那我就放心了 她说 皇祖母 可是有皇上消息了 所额图派人送来了秘奏 他跟玉巴赞已经顺利地结家 皇上平安无事 阿弥陀佛 皆神这悬着的一颗心 也总算是放下来了 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 为何 皇上在所额图搬取援兵之时 接连遭遇了官兵和 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 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 才脱离了险境 李幻为了引开杀手 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这李义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 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 难道皇上为了寻他 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 所图密奏说 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宜欢的失踪 都甚是蹊跷 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物的局 来 娘 你先吃 娘不饿 你吃啊 娘骗人 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 昔儿 还认得我吗 哦 大哥哥是你呀 昔儿 在吃什么呢 我娘煮的野菜糊糊 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 只能吃野菜了 我娘说要再过几天 连野菜都没得吃了 这位公子爷是 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 白面烧饼的酵花子 这次过来 兑现对喜儿的承诺 还你们肉饼 真的 娘 我就说嘛 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 你看我这眼睛 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 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小夫人一般计识 没事啊 大嫂 在这栽风之年 人人都只能孤自己 这喜儿啊 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 分我一半 这等大恩 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 来 肉饼 整整十张肉饼 赶紧吃吧 娘 你先吃吧 谢谢公子爷 大嫂 能不能把这碗野菜 糊糊给我喝呀 这 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 大富大贵之人 如何喝得这个呀 大嫂 大嫂 这是周欠 这 这可如何使得 没事 收下吧 这是我欠你们的 相信我 很快朝廷就有新的 赈灾措施下来 到时候 就再也没有人 能骗得了你们了 我 你 李太医 眼下遗忘还没有消息 但是我已经决定 明日回京 你不会怪我吧 主子言重了 主子乃万圣之尊 不宜久离京城 而且太皇太后 已经传来遗旨 催主子回宫了 最重要的是 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 急需朝廷的救助 更有看似表面相和 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 朝局 需要我去治理整顿 这也是一魂 为何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救我的原因 所以 我不能辜负的 主子能以国事为重 是臣妹之幸 更是天下百姓之幸 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 寻找营救臣妹之事 就交给臣去做吧 臣正在想办法 通过一些江湖人士 打探那些 黑衣杀手的下落 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 那一切都拜托你了 其实在我的心里 你并非我的臣相 而是我的朋友 义欢 更是我唯一的 红颜之急 如果她 那家人我穷尖中生 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好饿呀 商业好得差不多了 要不然出去找点吃的 烧鸡 烧鸡 还有酒 进来吧 我不是说让你滚了吗 我滚了 我真的滚了 可是 你的伤没好 我不放心你 而且我算了一下 我留给你的水啊 干粮还有药 你差不多也应该吃完了 所以 水果就又回来了 你如果真的关心我 就应该把我的行踪 告诉朱哥哥 让他来接我 没脸见他 我前不久做了一个 很怪的梦 我梦见有个人 跟我开玩笑 我推开他 还让他滚 不过现在我的伤 好得差不多了 那个怪梦 我也都忘了 真的 不好的梦 忘了就忘了吧 但是 下不为烈 快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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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和大师兄他们 就在前面 五里外的林子里扎营 我不能继续再往前走了 会惊动林中暗哨 叶哥哥 你赶紧去找芊怡姐姐 就会合吧 这几天 她一直在无印旗那边 帮你撒谎 一定很辛苦 行好 带你拿着 等我走路以后再放 我不想和大师兄碰面 好好照顾自己啊 保重啊 叶哥哥 你也是 静城再见 保重 好 放了这个信号单 朱哥哥就能看到我了 如果朱哥哥 和龙小弟知道 我平安归来的话 肯定像两个小傻子一样 乐疯了吧 朱哥哥 你得快点来接我啊 温馨 你的伤怎么样了 已经没有大碍了 多谢皇上关心 以前在宫里啊 朕只觉得你温婉博学 知书达理 没想到 你还如此有胆有识 屡次不惜姓名就朕 就只此一点 整个后宫 无人能纪念 那 那 叶欢呢 叶欢他也是朕的知己 朕也想将他纳入后宫 只不过 他始终都咬定不肯 而且他已经许配过人了 你 哦 对了皇上 臣妾有一事要向您禀报 雪嬷嬷的病已经好了 只是他伤心我爹的死 想为我爹守灵三年 臣妾 未向皇上请示 便自作主张得准了 还望皇上恕罪 雪嬷嬷忠心护主 就要她去吧 这些小事 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是 朱哥哥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 我给你发单信号啊 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啊 这位大哥 我想问一下 驻扎在附近的军营呢 走了 他们在这儿待好几天 今天一早才走 军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准备 去 把剑拿过来 再来 不必了 路武功 从小到大我从未赢过你 不只是武功 其他任何方面 你也永远赢不了我 是 我永远都比不上你 从身份到能力 那你还痴心妄想 跟我抢一欢 自不量力 大师兄 你误会了 我从未想过和你抢小师妹 换妹是不是在你手上 我今天早上就把她送回清军营地了 你没见到她吗 她能平安回来就好 这几天 我一直四处寻找你们 没有在营地里 你怎么知道 是我救的一欢 那夜 我找到康熙以后 就去追踪那批黑衣人的下落 结果发现 他们全都被人一箭毙命 你的剑法我再了解不过了 就知道 是你及时赶到 救下了一欢 可我还是去得晚了一步 小师妹的脚被他们给刺伤了 是血过多已经昏了过去 我只好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给她疗伤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送她回来 也没有给我发信号 我给你们发了那么多信号 你居然一个都没有回应我 我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是男人就要敢做敢当 好 我敢做敢当 是因为我太久都没有见到小师妹了 好不容易见到她 我不想那么快就跟她分开 我只是想好好照顾她几日 真的只想照顾她几日这么简单 大师兄 你这么说 侮辱了我这个师弟不要紧 你还侮辱了义欢 更侮辱了你自己 好 我暂且相信你 不过你给我记住了 注意自己的身份 否则 我绝不饶你 其实你不必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 我对小师妹的心 伤不了你 倒是小师妹的心 她的心怎么了 大师兄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小师妹虽然武功平平 但如果就论清宫来说 连大师兄你也要甘拜下风 她是为谁预险的 这没什么 我跟卿城也救过康熙 我们都不过是想利用她 颠覆大清朝廷而已 大师兄既然如此说 全当小弟多嘴了 我还要敢去跟樊师姐会合 先告辞了 皇上离宫月余了 若是没什么意外 也该回宫了 妾身心里也是这般想的 今儿一早很早就醒了 就盼着皇上能早点回宫 皇祖母 皇祖母 是皇祖母怎么了 还是你自己怎么了 你今天这个妆啊 画得太浓了 这服饰也太讲究了一点吧 妾身只是想 这般盛装迎接皇上回宫 皇祖母觉得有何不妥 今天你农妆艳抹 今天你农妆艳抹 其实呢 是想讨皇上的欢心 哀家明白 但是你没想到啊 皇上在外面啊 已经磨难不说 那个李懿欢 至今还下落不明呢 她心里一定是不安静啊 你这样一来 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皇祖母提醒的是 是 戒身现在就回去换一身装束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皇上啊 快请起啊 来 坐下 坐下 都起来吧 孙儿啊 你这次卫府私房 收获一定很大呀 看这个精气神 跟以往都不同了 皇祖母 此次出巡确实受益匪浅 大要出宫一趟 盛读十年书之感 那为何 好 要愁眉不展呢 一环为了救孙儿 落入了一群黑衣蒙灭人之手 至今生死未卜 下落不明 孙儿的心里 很是担心 哦 这一环姑娘 能够拯救皇上 这是她的本分啊 这是应该的 这是她的荣耀啊 爱家一定会派人 把她寻找回来才是 皇上 不必太难过 皇后 朕还是第一次 见你穿这么素的淡妆呢 皇上微服查访赈灾 受尽磨难 妾身在宫中 比应与皇上同心 与民同忧 自然要穿得素淡一些 皇后有心了 对了 朕还有一件事 要与你商量 皇上言重了 无论任何事情 妾身都听凭皇上才多 你是这后宫之主 这后宫中的事情 当然要征询一下 你的意见 此次 丽贫随朕出巡 几次为了救朕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她的爹爹书箭 也因功殉职 只留下这么一个孤女 所以 朕想升她为丽妃 再追踪她爹为 二等宫 不知你意下如何 丽贫妹妹温柔贤淑 妾身平常 也一直很偏疼她 此次出行又护驾有功 自当嘉奖 皇上升丽贫为妃 乃是后宫大喜之事 妾身十分赞同皇上的决定 好 那丽贫升丽妃的典仪 就交给你办了 妾身 自当用心操耻 皇上尽管放心 李公公 叽叽喳喳的 怎么这么没规矩 什么事 之前皇上不是吩咐过 一旦有侍书姑娘 或者李太医的消息 就立刻过来禀报吗 怎么样 可是有义欢的消息了 回皇上的话 暂时还没有事书的消息 只是李太医回来了 皇祖母 那就让皇后在这儿 陪您聊会儿天儿 虽然心情告退 恭送皇上 你 请 你可找到义欢 他可暗号 他不是回营地 跟皇上会合了吗 没有啊 怕是他回营地的时候 你们已经撤走了 当时还算暗号 只是绞受了点伤 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为何不跟他一起回来 皇上 臣并没有找到义欢 而是发现 他从黑衣人手上 投脱的一些线索 所以我还以为 他已经跟皇上 一块儿回京了呢 这皇上平日里 一向性情稳重 唯独听到李义欢的消息 就立马沉不住气了 皇祖母息怒 这李义欢是为了救皇上 才落入了身份莫测的 江湖人手中 皇上难免会关心则乱 是啊 太皇太后 这些江湖杀手的来历 的确是有些蹊跷 有何蹊跷 奴才去搬救兵的途中 也遇到了几波 这样的江湖杀手 而且这帮江湖杀手 对奴才的行踪 那是了如之仗 而刺杀皇上的这帮杀手 他们对皇上的行踪 也是了如之仗 这就说明 皇上的身边可能有内奸 皇上此行所带的 三十名侍卫 全都是三叔亲自挑选的 八旗子弟 那自然不可能是内奸 李公公自幼入宫 在宫中服侍了三十年 服侍了三代君王 自然也不可能是内奸 难道这内奸 是这李氏兄妹 他们几次救护皇上 还有这李一欢被掳 失踪 难道 难道都是假的 宁愿受这苦肉机 李德福 老奴才 这一次 你一直是跟着皇上啊 这索额图调兵之后 你一直是在皇上身边 你有什么发现吗 回太皇太后 奴才没有发现 历史兄妹有什么异常 至于那些江湖杀手 奴才倒是听皇上说过 好像是平夕王的手下 这些杀手 跟刺杀书箭 抢走金钥匙的那帮盗匪 似乎是同一部人 吴三桂 这也有可能 难道这李氏兄妹 是吴三桂的人吗 依奴才一路上的观察 没有发现 这李氏兄妹 跟吴三桂有什么瓜葛 太皇太后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恐怕还不宜妄下论断 奴才所说的这一切 也都是奴才个人的一个猜测 还请太皇太后把这些话 都放在自己的心里 千万不要对皇上提起来 否则这皇上又要怪奴才 在这儿剁嘴了 放心吧 哀家自有分寸 这儿 小兄弟 到了 谢谢你啊 给钱 客气 谢谢 不客气 我终于回来了 主哥哥 龙小弟 你们都想死我了吧 这就是一车道 赶紧给我做一桌好吃的 迎接我吧 大人 这有刀 抓起来 别动 别动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 抓起来 辜负我大名 大名万岁 爸 你们干什么 你们抓错人了 我不认识他 我腿脚不好我搭车的 我跟他不是一伙 那你跑什么呀 我 我看你抓乱挡 我害怕我就跑了 对 那小兄弟说得没错 他就搭我的春路车 你们休得冤枉他 你越是着急撇清 爷 我心里就越明白 带走 我不是 你给我老实点 还敢说你不是乱挡 寻常女子拿回女伴男装 掩人儿目的 给我一起带走 我冤枉 走 走 我自己会走 冤枉的大人 冤枉的大人 冤枉的我 宽宅 我是冤枉的 帮我出去吧 ận枉的大人 冤枉的大人 帮我们出去 冤枉的 帮了我们帮冤枉了 我 我 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吗 我自己会走 冤枉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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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我们冤枉啊 放了我们 放冤枉啊 我 我说你们抓错人了吗 你们真的抓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乱党 你们 你们都是乱党啊 我不是 我家是开馒头店的 有一天 官爷到我们店里 抓走两个工人 说他们是反清复明的乱党 还说我是他们的同伙 任我百般辩解 他们就是不信 我也不是啊 我家邻居出了个乱党 官爷就把我邻居全家 还有乡邻的几户人家 全都抓走了 我就更冤枉了 我只不过是看附近菜市 有一个老乞丐挺可怜 我就时常接紧他 没想到那个老乞丐 居然是乱党 官爷就说我资助乱党 不由分说的 把我全家都给抓了 小孩真可怜 不过你们都放心吧 既然大家都不是乱党 官府早晚会查清楚 放咱们出去的 妹子 你就别想了 一旦进了这里 就别指望能出去了 这些年到处闹乱党 京城闹得特别厉害 这顺天府尹 就喜欢抓乱党 听说只有活抓进来的 没听说 有活着放出去的 那他们 总不能滥杀无辜吧 还不是为了钱吗 听说 他们每抓一个乱党 都会获得不少封赏 按人头点 抓得乱党越多 封赏就越重 咱们呢 可都是他们的摇钱术 那他们这样冒领封赏 欺君往上呢 难道不怕皇上 砍他们头吗 皇上高高在上的 不出身宫 又怎么会知道 这里的猫腻啊 更何况 就算他有所知晓 只怕宁愿错杀一百 也不肯放过一个 咱们建民的命啊 在皇上眼里 也不过如蝼蚁一般 不是的 皇上不是这样的 皇上很替恤百姓的 他是个好皇帝 小妹妹 你怎么知道 皇上不是这样的 难道你见过皇上 没有 我们家之前有个亲戚 在皇宫当差 他跟我说的 皇上若真是圣明天子 这下面的官爷 又怎敢如此乱来啊 你们等着 来人 我要举报乱打 来人啊 我要举报乱打 你说我们抓错了人 你不是乱打 是皇上身边的笔墨士叔李义欢 没错 大人 我是为了见大人 所以才骗玉族说什么 我要举报乱打 但根本没什么乱打 我也不是乱打 我是宫里的女官 臭丫头 你当本官是三岁小儿吗 这宫中哪来的笔墨士叔的 女官职位 我本来是宫里的搭影 笔墨士叔一职 是皇上特意为我设置的 皇上特意为你设置了职位 这么说 你很受皇上的宠爱了 那为何皇上不直接封你做娘娘 而先封你做答应 再封你做女官呢 依大清的律例 这宫中的女官 是不可能独自出京的 而你却为何会女扮男装 坐着乱党的牛车进京 那车夫本官已经审问明白了 他此次进京的目的 就是为了纠结一帮同党 刑刺朝中的要员 不 不是不是 误会误会了 我这一个多月前 跟皇上去山西微服私访 结果这途中啊 遇到的歹徒抢劫 我跟皇上就走散了 你们听听 难怪这臭丫头敢加入乱党 原来是一个无知无畏的疯丫头 皇上怎么可能去山西微服私访 这一个月来 皇上的确罢了仇 但皇上天天都在宫中 与太皇太后前心礼佛 为大秦祈福缓解旱灾 你这谎仨的 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不是 这皇上是怕自己泄露了行踪 才托辞 说什么罢朝礼佛的 你要不信的话 你 你可以去问皇上呀 你以为本官和你一样疯了吗 敢拿这么可笑的话去问皇上 再说呢 你以为皇上是想见就能见的 这一年之中 本官也不过是在上朝之时 远远地瞧上皇上一眼罢了 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够了 本官可没工夫听你在这儿 慢慢地编故事讲笑话 快说 你究竟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 为什么要加入乱党 在这京城之中 还有哪些人是你的同伙 我 我 我叫李一欢 但我真的不是乱党 要不然你去问问那个 所佛 所大人 他知道 所大人可是皇上跟前的 第一红人 本官岂会为了你一个疯丫头 去找所大人讨吗 那你去问问那个 太医院的李建青 李太医 他是我哥哥 你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 感情满朝的药元 和你都是非清极固 越是如此信口雌黄 东拉西扯 本官就越相信 你就是图谋不轨的乱党 来啊 我得押入刑防 本官要亲自审审他 大人 冤了 我真的不是 不招 不招不招 不招 不招 招不招 不招是吧 不招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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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丫头 你现在是继续给本官讲故事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你的那些同伙都给供出来 我 我投降 我供 我供 好 本官看你和寻常女子不同 有些胆识 想来 在乱党中的地位一定不低 你供出来的同伙 一定很有价值 大人英明 虽然我同伙不多 但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 他们都潜伏在紫禁城里 伺机刺杀皇上 这可是大案哪 你的同伙叫什么名字 我同伙 我只知道他有个代号叫龙三 我跟他有一套特殊的街头暗号 如果大人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引蛇出洞 将功赎罪 好 快说快说 来 快点把这都点着 点着了以后都放上去 大人 这孔明灯啊 一转眼就升到空中去了 到了天上以后 就那么一点点 城外的人都看不清 使叔姑娘拦拦的瞧瞧看见 皇上让你放你就放吧 其实使叔姑娘能不能看见 孔明灯并不重要 只要皇上心里有个寄托就行了 这放孔明灯 真的是你和龙三的街头信号 真的 这个龙三嘛 他在宫里潜伏着 所以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夜空看 这个 孔明灯最好 半壳中放一次 越多越好 他只要看到了 肯定会来京城第一酒楼 跟我会合的 好吧 本官就姑且信你一次 如果你敢骗我 大人 咱也和我好好说 能别这样吗 我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 我怎么敢骗你呢 我还不想让大人 砍我脑袋呢 是吧 嗯 龙小弟 诸葛哥 薛姐姐 叔父 你们几个一定要没事的 就多抬起头来瞧瞧夜空啊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求你一定要保佑他们 至少有一个人 能瞧见我这孔明灯啊 拜托啊 大人 我要的烤鸭怎么还没上啊 正在做 你别急 你的通火龙三 怎么还没有来啊 嗯 正在来 您别急 臭丫头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本官按你说的 在紫禁城东西南北几个门 已经放了有三天的孔明灯了 要是你的同伙还不出现 那你就一定是在戏弄本官 本官一定会 看 看了你的头头 大人 您别急嘛 龙三肯定会来的 大人 您想啊 这龙三潜入宫中当奸细 那他行事肯定十分小心啊 您想引蛇出洞对不对 那就得有点耐心哪 龙小弟 诸葛哥哥 薛姐姐疏苦 难道你们这三天 都没有瞧见我放的孔明灯吗 你们要是再不来救我 我可就要被砍头了 请 客官 您的菜来 客官 您的酒 往这儿不干用 酒楼里的小二 怎么都这么脸生啊 我们以前潜伏在这里的 那两个探的呢 难道都坏人了 烤鸭来了 烤鸭来了 二位 您的烤鸭 二位 慢用 糟了 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人 那我们安插的那两个人呢 难道今天全都轮半休闲 你要的烤鸭已经到了 管他呢 先好好解解缠载数 万一真没办法送出消息 被这顺天福音砍了头 也不会是个饿死的 如果你将这只烤鸭吃完了 你的同伙还没来 那我就要将你这个小丫头 给宰了 做一个烤全鸭吃 您放心吧 大人 他肯定会来的 您看 我吃这烤鸭 是不是得配点酒啊 要不然 您给我上一壶新花春 你的名堂怎么这么多 不是 不是名堂多呀 您想啊 您要是抓住了这个 行刺皇上的反倒 这得多大功啊 您赐我几口酒怎么了 没准我喝完酒 那个龙三就来了呢 就先让你继续摆补 就先让你继续摆补 若是龙三不道 小二 再来一壶新花春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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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为臣参见皇上 快快免礼 谢皇上 怎么样 有义欢的消息了吧 义欢的脚受了伤 我派人带着皇上画的画像 在山西进京的 必经之路上打听 所有的饭铺 酒楼 旅店 客栈都打听了 终于打听到 义欢一个人女扮男装 拄着拐杖 在往京城的方向赶路 最后一个见过义欢的人 是京城西郊一家面铺的老板 他说他亲眼看到 义欢上了一辆牛车 随着牛车 往西城门的方向去了 那这么说的话 义欢应该是平安回京 可他为什么不回宫呢 我也不知道 按理说 这么远的路都平安回来了 这已经到京城了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朕隐一天三个晚上 在御花园放了孔明灯 义欢要是看见的话 他一定会回来的 这只能说明义欢出事了 会不会是反清联盟的人 把他给绑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这反党在朝中 一定会有奸细 若是知道了义欢和朕的关系 那难保不会打义欢的主意 皇上 臣听说那些反党 虽然处处跟朝廷作对 妄图恢复朱明王朝 但是 却从来不敢 绑架妇孺幼童的勾当 那要不是反党的话 那又会是谁呢 这吴三桂和刘德昭的爪子 再长 也不会伸到天资脚底下来 再说 义欢就算脚上有伤 那他也是有一些功夫的 寻常的地痢流氓 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 微臣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眼下只能多安排人 在四处打探了 你一定不能大胜起骨 必须暗中插放 要不然的话 义欢就更危险 微臣明白 丫头 你一只鸭子都快吃完了 人呐 您别急啊 这儿不还有一个鸭头 没吃完吗 您放心吧 在鸭头吃完之前 她肯定会来的 可是这只鸭子 你吃了两个时辰都没吃完 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 冤枉啊 我只是刚才吃得太饱太撑了嘛 大人 您放心吧 我这个同伙啊 他没准现在 因为宫里有什么事办住了呢 现在正想机会溜出来呢 对不对 反正您放心吧 他肯定会来 已经等了两个时辰了 那也不怕再等会儿吧 是吧 好 本官就最后再信你一次 要是到了天黑 龙三还不到 本官可就没有耐心了 会来的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一定会来的 抽屉 抡 charismatic 这里 中文明 感谢观看 你会把你弄本关 冤枉大人 明明一开始我就说我不是乱党嘛 您说的呀 要打要杀的 所以我才胡拦招工呢 可你一开始也没说实话 而且还敢冒充皇上身边的女官 那不是被吓糊涂了吗 我只好胡乱变瞎话了呗 现在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那是不是可以放小女子走了 多谢大人 站住 如果你没有戏弄本关 本关或许还可以放了你 可现在嘛 就算你不是乱党 多半也是江湖骗子 大人 给我带走 明日连同那批乱党一起温斩 不要乱了 来 来 皇上 您不必担心 士叔姑娘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可是朕的眼皮跳舞不停 心里也有些发慌 朕总觉得 义欢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 皇上 您这是关心则乱了 皇上 魏臣参见皇上 起来吧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京城中有好多人都识到了孔明灯 上面写着龙三初会递检 臣马上带着义欢的画像 去第一酒楼打探 终于打听到了陈妹的消息 原来 她被顺田拂引甘国泰 武当反党给抓了 现在已经押往刑场要问斩了 好 怎么又看毒了 都在处军闹 是吗 都是乱疼 都乱疼 乱疼 什么乱疼 这呀 十有八九人 是被冤枉 真正的万党就那么几个 听说啊 朝廷正常不和乱党的官员 不和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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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哥哥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你了 从小你对我那么好 可我就知道欺负你 这下好了 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就死了 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 你找一个嫂子 好好对她 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 臭丫头 你弟弟姑姑说什么呢 还想耍什么把戏 大人 我真的没耍把戏 我之前真的没骗您 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 根本不是我的同党 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 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 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可我这都要死了 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 龙三 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 你一次回报都没有 结果我这回京了 白狐狸糊涂地把面给弄丢了 而你呢 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虾的喝辣的 都不来找我不来看我 龙三我诅咒你 以后喝水塞牙走入水江 除非你还请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 从现在开始 婚礼一婚跟你断绝结拜关系 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好了 五十三刻已到 请请 老下留人 谁打啊刀下留人 龙小弟 老大 真的是你吗 我没在做梦吧 我早就来了 你早就来了 大人 我说的头脑就是他 真有头脑 没错 这个头脑就在你面前 快抓住他 来啊 把这几个闹法场都给我绑了 大胆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甘国泰 你这叫疯狗 你老养昏化了 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 索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还有谁来了 大人 您这招引蛇出洞 没把蛇引出来 没想到 倒引来个真龙天子 跪下 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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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臣民 各位百姓 朕接到密奏说 顺天服饮干国泰 贪赃枉法 为求家官禁绝 竟大肆抓捕良民 冒充反党 滥杀无辜 朕现在就下旨 对所有在押的乱党 全部重新审理 无罪者 当场释放 对过往同类案件 也全部重新审查 卢夕冤暗 全部平反 并由朝廷进行抚恤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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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虽然旧下欢美 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 却又让康熙收获了密信 顺天服饮干国泰 勘赃枉法草菅人命 证据俱在 来人啊 摘取他的鼎带花铃 依交刑部审理 折 折 皇上饶命啊 微臣知道错了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微臣知道错了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饶命啊 让朕来 much 齐他說 太礼拜 朕 家mad 聖心啊 Sara 杨一 光上饶命啊 我 霍尔 朕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 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 坏了宫里的规矩了 朕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放心 有朕在 谁都伤害不了你 我问你 你那么早到刑场了 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 朕既然去了刑场 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 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 去看看这个顺天福尹甘国台 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但是朕 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 会保护好你和死去的性命 对了 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 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 那还不是你啊 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 我连着放了三碗的孔明灯 你都没看见吗 朕也连着放了三碗的孔明灯啊 差点就这么错过了 其实我嘴上骂你 说要跟你端绝关系 那也是为了你好啊 因为我怕我准死了 你就会应了那句 同生共死的誓言了 朕知道 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就是这个甘国台太可恶了 你好不愿意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 又把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 你放心 朕一定会一个一个地办了她 替你出了这口气 你不过要替我一个人出气 我只希望 你可以记得在微赴四访的时候 你对我的承诺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你放心吧 朕不会忘记的 但是朕现在不想谈过事 你等了 朕 花儿 你看看 这是我 朕的花功怎么样 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 朕还以为 从此以后 只能在画上接到你了 我也以为 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龙小弟 你干什么呀 我只是你的笔墨师叔 我又不是你的嫔妃 你别口是心扉了 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 朕有多想你呀 朕就不相信 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 我 放开我 怎么了 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啊 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 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 而且还口对口地为你毒药 别再说了 微臣参见皇上 进来吧 皇上 义欢脚受了伤 还是容臣 先为他治伤吧 行 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 怎么样 治伤要紧吗 伤得很严重 必须弯掉坏死的腐肉 才能治伤 啊 那不疼死了 早知道受这份罪 我还不如让他顺天赋 把我宰了算了 你胡说什么呢 你当时在山西旧阵的时候 那股不去生死 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 去哪儿了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 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 请 行了 我这儿没什么事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猪哥哥 朱哥哥 我们劫后重逢 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 小瓶内服 大瓶外敷 我是欠了你钱了 还是偷了你的米了 这脸臭的 跟死鱼烂虾似的 世叔姑娘好生歇着吧 下官告退了 怎么了 疼了 脚疼 活该 谁让你成能 真的特别疼 你是脚疼 我是心疼 真正心疼你那个人 是我 朱哥哥 你看 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 说好了 刚才我一个劲地跟你说话 是你不理我的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 我有多着急 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 可你呢 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 舍弃自己的性命 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 因为 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 我们是结拜兄弟 他有难 我肯定要去帮的 如果他换作是你 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 原来 原来在你心里 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 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 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了 你会帮谁 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 朱哥哥 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 还有多少是真的 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 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 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 皇妹 你记住了 不许再被康熙以身涉险了 因为他如果没有你 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 还有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